他对这个 Eclipse 其实还是挺陌生的 而且今天大分头应该都是第一次使用 你有用过?你写什么? 对,去 Java 其实最早我们教 Java 也是用这个环境 而且最早之前在写手机的 App 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来开发 只是后来 Google 他自己弄一个 Android Studio 那这个环境他就没办法让你开发手机的 App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呢,这个字太小的问题 字太小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放大的话,怎么做设定? 那当然你可以按右键去设定它的相关的设定 比如在 Prefurnies 这边 可以去设定它的什么 这里面要找一下 我记得好像在 Color and Form 然后这里面找到什么 找到它的 好难找 Basic 然后找它的字 不过我教各位另外一招更简单 记得 Ctrl Ctrl 键按住 再按一个加号 Ctrl 加 这放大 Ctrl 前 但是记得,Ctrl 加只能用 上面那个加 不能用你那个数字键那边的加 你如果按数字键那边加,它不会动 你一定要按上面这个加 这样就OK 那简的话呢 就是缩小 所以以后如果字的放大缩小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如果不懂的这一招,字太小了 写词 成词的话 真的呢 你头 都快要贴到那个萤幕上面 OK 所以第一个 Ctrl 加 Ctrl 减缩小 这样就舒服多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样的输出的话呢 你就把它print 这个逻辑蛮容易理解的 其实就是一个变数嘛 这个逻辑就是这个等号意思说 把3这个数字赋予到这个变数里面 不光在a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 在python呢 其实它的变数宣告还蛮特殊 以前java一定要先宣告变数 或者c++都要先宣告 但是呢 python有个特色 就是你的变数 不需要 宣告 那你想说那什么时候 会被建立这个变数很简单 第一次被 在负与值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负与一个3到a里面 那这个a 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形态的一个变数 如果我今天丢一个自算给它 它就是一个自算形态的变数 OK 而且这个部分 跟那个vba还蛮像的 vba也是一样的道理 OK 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做说明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 加减乘除 加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加 也可以乘 也可以除 加减乘除应该都OK 不过除了加减乘除之外 其实你们也可以练习什么 请各位 再来就是第2个单元 基本语法 与结构控制 那你把它打开来 比如说相关的变数型 变数的行别有哪一些 这底下会讲 然后呢主要呢我们还要了解 请各位看一下所谓的运算值 那在那个 一样 不管你哪一种语言都一样 一定会有所谓的 算数运算值 那算数运算值 一定有加减乘除 那另外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这个百分比 percent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求余数 然后除除 除除是除完之后 得到整数部分 不过其实啊这个除除 如果你不用除除 你用什么 除完之后取整数 不会 其实到底一样 所以看个人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那这个乘乘的话呢 就是 乘乘2的话就 有没有 其实乘乘2值的是什么 就是 7的平方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慢慢 去了解 所以你如果假设啦 你们可以把这个算数运算值怎么样 可以把它拿来这边用 比如说呢 我今天 什么呢 用百分比好了 把它print 如果再print它的话 结果是多少 3除以5的余数余多少 3除以5 应该是余了 余3 你也可以改啦 不一定啦 比如说你今天是 18好了 18除以5之后的余数多少 应该也是3嘛 然后呢 你也可以改一下 除除 18除以5 而且是取整数 OK 那应该多少 我每次都一样 改一下 改个28 执行一下 5 OK 然后呢 不过这个数字太大了 3的几次方 3乘乘 3乘乘 3的 5次方 OK 那就是答案多少 OK 243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 未来如果你在处理这种运算的部分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算数运算值 当然比较常用的加点程度之外 可能这个也还蛮常用到的 这个 其实 不用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其实就 除完之后的整数也是OK 不会这也没关系 另外还有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乘乘是几次方 OK 大概知道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所谓的那个关系运算值 像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是等号 等号是负与值 可是如果是等 两个等号的话就不是了 是比较 比较是两个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就true 不一样的话就force OK 所以特别注意 比较关系运算值部分的话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等于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为true 反之为force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逻辑里面再做判断 OK 然后其他的话不等于就是惊叹 不等于 这个应该都一样 可能比较会需要注意的话就是不等于可能要写成这样 等于的话是两个等于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也是蛮 其他还有逻辑 就是not and all 这个跟vpa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太需要特别去背它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还会写一些什么逻辑 一重两重多重的 其实vpa有写过的话 我想大致上都是类似的 那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待会练习一下 有关于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这个算数运算值 了解一下那个关系运算值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拭认得出来的话呢 当然一般习惯是这个是结果 可是一般习惯是有个中文 比如说结果 结果冒号 比如说我今天结果冒号的话 假设我今天打一个结果 类似这样这样 一般可是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你 当然呢 如果像以前在vpa里面的话 记得一定要什么 给那个所谓的前后要一个双语号 然后呢在vpa里面呢 是用and的符号 可是特别注意哦 在python里面是用加号 这个地方不一样 and的符号出来 还有一点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vpa里面 这个and的符号前后要空白 可是python里面不用 就这样就ok了 但是呢 如果呢 我把它执行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这样写完之后 如果在vpa里面它是 它应该是可以被执行的 可是在python里面会出什么错误呢 把它执行哦 你会发现 以后的话慢慢各位要习惯 执行完之后 你如果看到下方会出现错误讯息的话 请各位不需要紧张 因为它其实还蛮人心 它已经告诉你你为什么错了 所以以后你慢慢习惯 你要看懂错在哪里 然后你去修改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说nonutf-8call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假设你出现这个什么utf-8这种 大部分都是编码方式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变 这个错误讯息不出现的话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做这个解决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地方算数运算词 把它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